上升天杰太阳天杰的朋友 伴随着新月在双鱼座 农历二月 那你们的运势会怎样呢? 太过信人了 其实当我说这五个词的时候 我都打了个疼 就是天杰座会信人 朱纳会上署 天杰座是从来都不相信人的 但是你们就真的难得一次信了人 你们就糟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受苦的经验 会加重了你们以后不相信人的特质 信错什么人呢? 但凡是有朋友去牵涉 那你们就会在一些人情的关系里面 你们会感到非常沮丧失望 感到被出卖被抛弃 什么意思呢? 第一 当然是你们的友谊 友谊方面可能会有些失望 觉得被朋友出卖 诸如此类 总之会令到你失望 第二就是你们的戀外 戀外 但凡牵涉到朋友 你们就会感觉到灰心 心悲意难 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和你现在的拖友 以前是朋友认识的 然后就发展到成为拖友 第一个可能性 或者你和你的拖友是由朋友去介绍的 OK? 或者第三个可能性呢 你和你的拖友 最近呢 你的朋友会牵涉进来 可能做第三者 或者去说一些坏话 OK? 总之 友谊和你们的拍拖关系 总之 但凡牵涉到朋友呢 你就会最近感觉到心悲意难 OK? 其实为什么我刚才会说你们信人呢? 就是因为你们天杰祖一向都不信人 但是难得呢?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可信呢? 可能有时候朋友你们都会信一下 OK? 但是 你们十年不逢一人去信一信人 就是这个朋友竟然会在这个农历二月 令到你们是很不开心 OK? 所以呢 对你们是一个 我觉得是異常之大的打击 因为那个机会率率 你想想多小 你们一向都不信人 天杰祖不要骗我 你们信什么鬼人 你们不信人的 你们 OK? OK? 那所以呢 提醒你们 这个农历二月呢 不要太过忠个头埋去 不要太过感情奔放 尤其是对朋友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你们那么失望 那还有就是 好好保护自己的情感 但是我相信天杰祖做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了 天杰祖是非常懂得保护自己的 OK? 那好了 但是真是万一受伤 那可以怎么做呢? 有两个 solutions 第一就是去一趟旅行 散一下心 第二就是 看一下书 读多些书 吸收一下新知识 那这些都是可以帮你们去平复你们的情感的 你还能 democracy 你还能赔吗? 你还没 bulun